今天是谁想来这个节目 今天是我想来这个节目 我跟她结婚有两年多了 但是她越来越没有做妻子的样子 整天出去应酬 而且还花钱大手大脚的 不顾忌家庭的负担 还爱胡思乱想 让我特别累 我本来是想跟她离婚的 但是她坚决不同意 所以我就想请各位老师 帮我劝劝她 如果她实在是改不了的话 那我觉得就没有记忆下去的必要 结婚两年那对夫妻 丈夫说你要么改 要么我们离 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马先生28岁 来自河北自由之业 女嘉宾小爽25岁 来自武汉派对DJ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结婚两年了对吧 对 所以说也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大概编导给梳理了三个层面的 我们就从这个三个层面 把这个事说清楚 然后还要老师们做分析对吧 你说的第一个层面是说 她经常的出去应酬是吧 对对对 你指的这个经常是多久出去一次啊 就是几乎每天都有 这是应酬还是工作呀 我看这不是叫派对DJ吗 对对对 因为我这个职业 就是靠接一些派对活动 来维持生活跟工作的 然后我就必须得认识大量的 比较有用的人脉 然后我就肯定 要去大大小小的那种饭局 大家混个脸熟 以后有活动想着我嘛 她的这种应酬啊 是怎么影响你们的感情的 或者婚姻生活的 我发现她陪我的时间 越来越少了 就连个吃饭的时间她都没有了 我们都结婚了 又不是谈恋爱 对 没有我们自己的生活 有一次呢 我约她一起吃个饭 然后呢她就 你们俩吃饭需要约是吧 我真的要约她 你知道吗 那约上了没有 我跟她已经谈好时间了 晚上八点多一起吃个饭 好 结果呢 我多等又等她就是不来 然后我给她打电话 我又打不通 然后我就一直给她打 一直给她打 打到晚上十点多了 她再接我电话 她轻描单语地跟我说 她在应酬呢 问题是我那天也是特殊情况啊 我那天就是刚打完碟 然后活动的那个经纪人 跟我说那个主办方也在现场 你要不要去大家一起认识一下 我说行 那然后我当时手机放在包里 我也没听见那么吵的地方 你想想 我就想着跟人家混个面熟嘛 大家熟了加个微信 下次活动想着再找我 这是很正常的饭局酒局 又不是 没推掉啊 所以你心里很难受是吧 对 对 就是因为这个事呢 我就跟她闹翻了 闹翻了之后呢 她要跟我保证以后呢 就不再去参加这个各种应酬了 然后有一次活动完 又去了 就是你提出了抗议之后 其实她还是改了一段时间的 对 后来就又去了是吧 因为我这个职业嘛 本身就是应该多认识点朋友 跟一些就是投资人 那些人脉 我没有这些人脉 我就维持不了我正常的工作量 那我们两个结婚了 又不是谈恋爱 然后所以我就必须得赚很多钱 她不也工作嘛 我说出来挺尴尬的 我之前是做那个夜店营销的 我的工作呢 难免会结束的 漂亮的女孩 她就想多了 微信我要去联系顾客嘛 就是所有女性的微信 她都不让我去联系 后来我就没听她的嘛 毕竟我要工作 然后呢她就偷偷地背着我 有一次把我微信里的 所有女性好友全部删过 弄得我工作都没办法 正常持续下去了 对 你现在没工作是吧 黄了 黄了 对 干一些其他的临时工作 散活一些 就没有稳定的工作了 主要是她这个 哎 你看她性格又好 而且她本身就比较优秀 又会为人 我不管的话 她肯定会被别人抢走 我抢走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所以你得护着她 是吧 对啊 我必须得 让她别被人弄跑了 所以我看编导给她 总结的第二条是说 女方经常胡思乱想 因为一点小事 就大吵大闹 是指这种事是吧 对 对 除了这个台干过什么呀 就比如说跟她去音乐节 我上了一个厕所 我出来发现她就在门口 你男生门口就站上 我说你是跟踪我干嘛呀 你想多了 你是不是想多了又 你想多了 我相信你不会跟人搭讪啊 万一别的女孩看到你了 跟你搭讪怎么办 然后搭讪把你连跑了 那我这 你是觉得全中国的女人 都该喜欢你老公是吧 我不是 我觉得五六万人电影节目 那肯定只能有一个 两个喜欢她 肯定有人找她要微信 你确实想多了姑娘 关键是她这么优秀啊 你看她就是比较乖的那种 还有什么事跟你闹过呀 比如说我一个哥们 请我去吃饭 她带来两个我不认识的女生 然后当天她正好也在那个饭店 我们碰上了 她就特别生气地 蹬着我朋友的面啊 在那闹开了 我朋友当场已经跟她解释了 她是想跟我认识一些 有合作关系的朋友 结果她就不干 就是不干不信 后来我朋友气得 把她微信都给删了 我就觉得很奇怪 她那朋友都什么朋友啊 她朋友又不知道我 我跟她的关系 知道我们俩结婚了 那还要把两个 我根本不认识的女孩 带给她一起吃饭 能不让我想多吗 其实就是你特别紧张你先生 是吧 你紧张你们家老公 好 这个事我们就过去了 第三个就是说 你嫌弃女方不会持家 花钱大手大脚 是还是不是 对对对对 她怎么个花钱大手大脚 就比如说一些日常生活吧 她每天就喝星巴克 就要喝三四杯 而且每个星期 要吃好几次的榴莲 一次要吃好几百 然后呢 她还爱吃三文鱼 一吃呢就没完了 就要吃到饱了 就是好吃嘛 就是好吃嘛 还有住大房子呀 那房子都五六千 她还爱挑房子的毛病 总是让我跟她一块儿 平凡的搬家 那家庭你住不够人 不会退呀 我现在理解了 为什么你要认识不同的人 好给你工作 确实这个开销挺大 问题是 我觉得我的收入也挺高的 然后完全是可以维持的 这一些物质生活 我觉得我就是喜欢买一些 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自己喜欢用的东西 也没错呀 而且我们房租也不贵的 五六千里住非常好的 我想住得舒服点 住大一点 我觉得没错吧 这个不算 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大手大脚的 就比方说她爱看音乐节 一次就五六千呢 一年看几场啊 一年看个十几次要 我说你少看点 就一个月看一次节嘛 对啊 她不是做DJ的吗 全当学习吗 那我要不是阻止她的兴趣爱好 是吧 我说你少看一点呗 还有就是我够饭给她吃呢 她觉得我做得也挺好吃的 但是她非要出去吃 你不觉得咱们家那个环境 就没有在外面吃环境好吗 你看在外面吃又有情调 而且吃的心情也舒服 本来我每天工作就很累啊 压力也很大 在刚刚在家里吃饭那么环境不好 那我这能工作的好吗 问问啊 就是基于刚才以上所说的零零总总 所以你想跟她离婚 是这意思吗 对 让她改是吧 对 你希望她改什么 我是想让你跟我有一个安稳的家 好 有一点积蓄 那你希望你这样花销 你说咱们能撑多久 听明白了 就希望她改这些是吧 对 下面是我特想问的事了啊 我真的好奇就来了 你们俩谈了多久结的婚 谁向谁求的婚 谁也没向谁求婚 就两个都想结 而且就是 谈了多久结的 当时谈了两个月 我们在两个月之前 做了一年的朋友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散婚了 什么也没谈 就直接就 也就是说你爱吃榴莲啊 爱看音乐节啊 爱租大房子这些爱好 其实婚前你都知道 是还是不是 不知道 真不知道 你不是做了一年的朋友吗 做了一年的朋友是啊 但是我们 我们又没有住在一起 那会儿是朋友关系了 行 你们是两个月闪婚是吧 两个月闪婚 对于未来 你们夫妻俩是怎么规划的 能有什么规划啊 现在要车没车 要房没房的 而且又没有什么积蓄 他花钱又那么大手大脚的 还总在猜疑我 胡思乱想 妨碍我的工作 你那时候为什么要娶她 我当时娶她 是因为我们俩 有很多共同的爱好 都喜欢音乐 也都爱去旅游 还有她这个办事方面 就特别让我放心 还有吗 而且她 怎么说呢 就一见钟情吧 就是 她现在给你提出来离婚 你怎么看啊 那我肯定是不想离的呀 那我干嘛要离 但是她希望你改变呀 那我干嘛要离 就是没有钱 你还要去 甚至打算都要借钱去 那我就不愿意了 我是跟你结婚过日子的呀 那就两条路嘛 开源和节流嘛 对 你就是现在就是在经济上觉得不好 其他都没问题是吗 不是不是 那还有什么呀 就是她总爱胡思乱想猜疑我 影响我的工作 她不信任你 那你相信她吗 我现在有点不相信了 去应酬就算了 她还打扮得那么漂亮 让我想的非常多 就是过去是她吃你的醋 现在你也开始吃她的醋了 是吧 我不是吃醋 我是真的是很怀疑 就是夫妻之间互不信任 对 行 那你们说这段婚姻应该怎么办 其实一共就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不信任你 把你工作也搅和没了 朋友也搅和没了 然后呢 老出去应酬 事实上根本原因就是 她非常缺乏安全感 她要不停地去应酬 以获得自己工作上的安全感 我要认识好多好多人 然后他们可以给我带来工作机会 这样我就可以赚钱 有钱赚我就有钱花 对吧 你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 是吗 对 好 那我告诉你 在工作上 不是靠应酬 而是靠能力 如果你的名字是想当当的在行业内 你不需要跟任何人应酬 大家只要开派对就会想到你 就算是他们没有你的微信 没有你的电话 他们也会想办法找到你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没有安全感 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就好了 第二 你对她没有安全感 你甚至于宁可把她拴在家里 我都不用你出去干活 你最好别见到那些女的 不然的话跑了怎么办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啊 我告诉你一个特别真实的事情 你老公要我看 就一般人 你觉得她特别帅 工作能力特别 你别不爱听啊 我这替你说话呢 我特别爱听 对吧 你觉得特别帅 工作能力特别强 照我们看她如果不跟我说话 不展现她的魅力 我这么看过去 普通人一个 所以没有什么没有安全感 你也很漂亮 放她出去工作 不要把她禁锢在你的家里 不要 无论是对工作还是对生活 都要保有自信 这是第一点 安全感的问题 第二点 你让我们花钱大手大脚的 这是消费观念的不同 事实上在我看来 一个人凭自己的工作努力 获得劳动成果 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但是这是一个人的情况下 你明白吗 我明白 如果是一个家庭 两个人的时候 那消费观念 产生了冲突 就需要去沟通 比如说你们两个人 就应该列个表 她这边写 榴莲 星巴克 三文鱼 你那边写 刚需房子 子女未来教育 等等等等 如果产生矛盾和冲突 那么就要有所取舍 不能说你赚的钱 所有钱我都花在自己身上 想买包就买包 想去看电影节 就去看电影节 那这个家庭呢 所以两个人就是要商量着来 我相信如果 你可以做到这样的话 你先生也没有任何问题了 你放他出去工作 男生去开园 女生负责节流 回去好好过日子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女孩说这男生 哎呦怕被抢走是吧 对啊 觉得全天下女人都喜欢她 对 但是我并不觉得 她害怕这男生被抢走 你的所有的整种行为 并没有表现出 你把她市肉珍宝啊 您都跟她约好了吃饭了 跟你这么爱的 老公约好了吃饭了 你都可以忘记老公 然后去应酬别的饭局 所以我并没有觉得 你有多么地害怕她被抢走 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这就是女人的占有欲 是我的 别的女人不可以看 不可以碰 所以这不是多么地在乎她 多么地在意她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从头到尾到现在 我没有感觉到 你们两个人是结了婚的 夫妻俩 我就觉得你两个人 特别浮华不落地 一点婚姻生活当中的 柴米油盐酱醋茶 都没听到 其实生活上还是 主要是她在打理 在打理 因为我没有时间 你知道我为什么听不到吗 因为你们两个人 压根没有实质上的 夫妻的生活 就在一起的时间 夫妻生活大部分的时间 是在对话当中度过的 你俩可好 一个外面朋友 跟朋友带俩女孩去吃饭 然后这边呢 是应酬酒局和饭局 俩人一天24小时照不着面 这个日子过得 我听着有点担心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目前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回归一下真实的生活 就既然结了婚 那咱们就履行一下 丈夫和妻子的责任 否则的话 你完全可以继续谈着男女朋友 就没什么差别嘛 有心理学研究就表明说 夫妻两个人怎么可以 让幸福更长久 就是在夫妻生活当中 设定一个目标 正在做某件事的时候 会让两个人 达到一个高度的一致 这个共同目标是什么 你们回去自己找 希望我说的对你们有启发 谢谢 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 其实婚姻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既有我们传统的婚姻形式 我们夫妻俩结婚过日子 柴米油盐酱醋茶 但也不乏有一种婚姻形式 我们两个在一起 就是痛快 我这个月花光了 下个月不想 我们不买大房子 我们就租房子 也是痛快一辈子 但是回头看看你们的婚姻形式 蛮宁 南方特别希望过传统的婚姻形式 对 咱攒钱吧 咱这个买房子买车 将来生孩子 女方不想那么多 我就是没钱也要去电音节 这就是我人生的追求 我就是今天挣了五百块 我四百块都买了吃的 一百块我还得买喝的 人和人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 所以就会蛮宁 我不说你就一定是对的 我也不说你就一定是错的姑娘 没有对错 完完全全不同的婚姻观 价值观和人生观 但如果蛮宁的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这个婚姻能不能继续 我认为如果有足够的爱可以 比如说南方 你可以多努力多挣钱 你不要说他省下钱来 咱们买房子买车 你多赚一点 他就能 妨碍我工作 我就是干别的工作 他都妨碍我 那个是下一件事我待会再说 你可以去努力 你可以宠溺他 让他去过他想要的生活 而女方也一样 如果你够爱 你就不应该晚上天天去应酬 你不是怕他跟别人好了吗 你不是没有安全感 你是太有安全感了 你只是希望你闲的时候 他不能跟别人在一起 你忙的时候 他爱干嘛干嘛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 最大的问题 首先是内核不一样 对人生的看法严重不同 其次是爱得不够好 谁也不愿意为了对方 去妥协去付出 对号入座 思考一下自己究竟要怎样的婚姻 怎样的生活 谢谢 谢谢 你们俩基本上是晚上工作 对啊 所以我们会给大家知道 就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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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共同爱好 变成共同的生活 那就跟别的家庭 可能不太一样了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 我们 我刚才听主持人说的 我产生了很多感应看 因为我跟你认识到现在 我真的发现我们 真的就像过家家一样 我一直都想找一个能相互依靠 能一起过日子的 而不是那种换下大手大脚的 哎呦 什么事都不去 不顾及后果 不去想未来 只享受在当下 我跟你走在一起 真的 我特别累 但是我希望 我们能继续走下去 为什么 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 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 在这个行业里 能找到一个 让我能爱上的地方 而且还能信任 当初的信任 现在没有了 如果你能改的话 花钱不要那么大手大脚 不要总是猜疑我 也不要总是 时间到 谢谢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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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的分享 谢谢啊 来 请关门啊 请开门 就在一起 谁让我们相遇 以后的一次 我们一起相遇 我会存在你 先生 你记住 那个严老师 刚才说的那句话 你要跟人过 你就别拧吧 就是如果你老婆 变成了你希望 那种女人的话 估计你也不会娶她 她也就没有魅力了 所以别拧吧 好吗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 我们见证 属于这对夫妻的 浪漫时刻 请见证 我相信我们能避到奇迹 我也相信 听了主持人的话 我也相信 我们能走下去 因为我相信 我们还有未好 在爱里 等着你 被你停息地转过你 在梦里全是你 不要再迟疑 把我抱紧 好了好了 回家抱啊 等一下啊 这个少点应酬 多点给自己的时间 谢谢两位 请回啊 那场幸福之力 来填满回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